谭医师,有个头皮蟹的问题 市面上他们卖很多不一样的相铺 他们有专门针对头发 可是头皮蟹他们也有特别的相铺 他们那个效果到底怎么样 我发现有困难 因为头皮蟹年纪越来越大 头皮蟹现在反而多 所以怎么办呢,谢谢 头皮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有头皮的问题,还有头发的问题 35年前有一个叫赵张光的生发水 拿来我这里卖 当时150块美金一瓶的 赵张光生发水 我问了他几个问题 我说我头皮是生成代谢 查一查你这个会治好吗 还有这个头发,秃头的 它是免疫血统 也是这个自体免疫血统 查一查你这个生发水 可以改善这个改变这个 这个自体免疫吗 不可以 后来列史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也没有人再去买这个生发水了 但是人有头皮也有过敏的 就是说有的,因为现在的生发水要好 洗,洗发减要好 都是化学药物 很多人呢,对这个化学药物呢,有过敏 过敏的话呢就说,这个自体免疫功能出问题了 所以呢,我们呢,还是用这个 啊,胸 一,二,三,四 打通他 打通他呢,因为第四呢 是毛囊 和汉性 还有鲁性亚树他 就是说 他这个头发 将他打通 这个头发 这个汉性 和这个毛囊 重新生长 另外一个呢,有的人呢 是 属于这个 自体免疫功能的 自体免疫功能呢,就是过敏 过敏的话呢,就是说 这个胸腺出问题了 所以呢,我们也要拿这个胸腺来做做文章 就是说在第二 第二 胸椎和前面这个Kidney26 的地方也要打通他 然后呢,头部呢 只是一个 阿树蟹 你可以用锤子 或者戴我们的帽子 或者戴我们的耳机 都有很大的帮助的 他不但是头皮的问题 还有头发的问题 头发呢 他也脱落呢 有的时候呢 秃头的呢 我们叫鬼踢头 那个呢,就属于自体免疫血统 日本呢,这样这个汗腺 毛囊治理好了 那么在头垮 那么在头垮 人是可以由原来的白色的 变到黑色的 但是不要相信我吃什么好吃什么好 但是吃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要小心用这个洗法水 这个很重要 因为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化学物质的过敏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准则这个要小心 非常谢谢 所以呢 比如说这个洗法水用了 你一直脱皮洗很多 就应该换换其他的 换换其他的 但是一般呢 就是要捧经验 每一个人经验不一样 还有的人呢 洗的太多也不是好现象 每一天都是不需要的 我自己呢 一个星期两次 但是有的人一天已经两次 那么呢 你这个头皮瘦不瘦得了 这个化学物质的至今呢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非常谢谢 谢谢